各位同心請起立 走開 請坐 各位同心 各位同志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來 後面 打手比較快 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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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辛苦嗎 各位 我們這個初期班 你學什麼東西 你做三天 你有一個心得 建政法裡面最重要的兩點而已 就是我們這兩點非常要緊 第一點叫什麼 占領不能移轉主權 占領不可以移轉主權 占領不能移轉主權 不能移轉主權 他是在說什麼 1830年的移政 就是拿破崙時代 那個頭情 占領就是你的 以前的時代 以前全球 全世界 就是你占領 你派了占領 就變你的 領導的 但是現在呢 國際法有規定了 是怎樣的規定 你如果說 接著你的 我告訴你 現在全世界一般 以上都美國的 所以 美國他也很自治 他也有控制自己 就是說怎麼控制自己 就是說 他都遵守國際法 所以1830年的 拿破崙的移政 就是 合法的併吞 就是 占領者 就你 占領這個土地 給他併吞 他自己的土地 所以在1830年 1840年 拿破崙的移政 全球 全世界的國家 就拼那個 拼那個武力 什麼人比較強 占領就是他們的 那1830年 1840年 以後 全世界這裡 比較強的國家就討論了 不只要有這個 建建法 來下 所以建建法 所以 我們雖然說這個 占領不能移轉主權 有的沒有投資 他就學會自己圖 他說不會 1830年 以前的條文 那就是 佔領可以移轉主權 那不對 那根本就投一半 那不會投資 才會這樣 所以 有很多 我們在這裡 我們看一些網頂 真的很多人都一枝半截 一枝半截 就叫他 真厲害 所以一樣 今天我們大家在這裡 拆拆 拆拆的回去 你一定要再看新台灣論 這樣融會貫通 在那後 你就會覺得 你以前的項目 跟現在的項目 是不一樣 所以 拆拆不能移轉主權 你就要看很多 你像美國 第二次世界上 他建立日本 日本天皇 他建立 建立後 他才土地都不敢拿 也不敢拿 但是 共產國家 偷偷要停留在併吞 的那種的境界 的時候 就是蘇聯 他占北風寺島 但是 蘇聯占北風寺島 他也你想說 要怎麼併吞 他也想國際法 裡面的一些 奧布 他怎麼用奧布 他怎麼用奧布 北方四島 日本的北方四島 那北方四島 差不多一萬六千人左右 他就是蘇聯占北風寺島 他一萬八千人 一萬六千人 不賺很多 他一家村 佔了兩三千人 用紺島 載到日本的奧布 現在載到後 蘇聯就用無人 無人的土地 擀 變成說 雖然本來是阿伯寺 做無人的土地 所以現在日本一直在奧 日本在奧布 日本在奧布的時候 蘇聯說什麼 那個不是你的土地 我再說一次 北方四島 現在日本在奧布 對不對 這個蘇聯說 那個不是你的土地 日本在奧布 蘇聯說 不是他的土地 為什麼 你聽到嗎 為什麼 因為上面沒有日本人 沒有日本人 他像日本人 就拿以前的 給他成本 給他名字 他說 我有了 以前就有了 你把我帶回來 為什麼 答對了 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 今天日本政府 跟日本政府 是兩回事 我有說 你們在這裡 討論 這個 人家蘇聯 他叫建英華來講 他這就是日本政府 他後面不要跟他講 日本政府他不要跟他講 日本政府聽到這個事情 他討論 就來問 欸 那蘇聯跟你們說 那不是我們的 那明明就是 我們家的 都不是我們的 我說你那裡 日本天皇的 喔 日本天皇的 所以他就回來了 所以就是怕你 日本的安倍晉山 一直要受到憲法 就是因為受到我們的影響 我們一直去日本 現在你跟他選團 你讓他們知道 讓他們知道 要照建政法 你蘇聯要討日本的 日本要討蘇聯的討論 要討論 要討論 一定要用建政法 所以兩年前 這個蘇聯的那個 政報的那個記者 派兩個來 派兩個來跟我討論 跟我討論什麼 建政法 聽聽他都走一條 因為我就從頭說給他們聽 聽聽他跟我說什麼 欸 拜託你 你不要跟日本人說 我說很抱歉 我已經跟日本人說了 所以他們回來了 他們回來了 要邀請我去蘇聯訪問 一切都公費 我說我只在台灣 跟國安導演這堆 已經拋好了 我沒有那個時間 他還跟我講 但是他回來了 他們跟蘇聯政府 要做兩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跟日本說 這樣啦 北方四島 我憑你兩立 兩立我老了 這樣好不好 我跟日本人說 不太同意 因為 減量不能移鑽出款 他一天也不能老 每天都要憑你 他去中國 中國有一個 蝦子島 你知道嗎 蝦子島的面積比台灣更大 江澤民 這個蝦子島的 他說 跟中國說 這樣啦 我憑你一半 他跌了 不能移鑽出款 你怎麼可以說憑一半 但他跟中國騙了 他說 我現在感冤了 憑你一半 他本來都跌了 他說我憑你一半 這樣好嗎 這樣畫一條界線 江澤民就好 捕捉到他寫 中國捕捉 民主英雄 因為為蘇聯的手中 拿回來一半 不是拿回來一半 是你去一半 那一半 現在蘇聯拿回來 他不要移鑽 你掉下去 簽下去 你怎麼移鑽 所以有讀書跟沒有讀書 差不多 你如果有讀書 你就不會去給他寄付 你沒有讀書 你都會去給他寄付 蝦子島 本來是中國的 他把蝦子島 蝦子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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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看到我們建政法 他怕到了 怎麼怕到 蝦子島 蝦子島不能移鑽出款 他現在知道了 現在知道了 他就跟蘇聯說 我憑你一半 所以中國就接受 日本這邊 我們就跟他說 你不能接受 他沒有接受 所以日本人要感謝我 你知道嗎 因為 無論你跌多少 跌了不能移轉主權的大原則之下 這系列北方市島 早晚要還給日本 經過怎麼談判 你看看 有一個例子 以色列 六日戰爭以後 他去跌什麼 加薩走廊 有嗎 他跌三十八年 你說跌三十八年 加薩走廊三十八年 這個土地有土地 有沒有人民 有啊 裡面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以色列 巴勒斯坦人 都有 都是另外 有土地有人民 有主權 也有啊 以色列有一個政府 裡面 有外交權 也有啊 以色列 他本身就有其他外交權 這樣是一個國家 表面上看起來像一個國家 但是其實呢 只是一個佔領地 所以全世界 國際上 就跟以色列說 你要離開 你不可以在那邊囤墾 你要離開 所以以色列 加薩走廊 他要三十八年 他就撤退 沒辦法 你早晚 面對這個國際 除非你不想在國際裡面生存 一樣的 大家來講台灣 有人說台灣是一個國家 有四個條件啊 那四個條件是什麼 第一 台灣有土地嗎 有啊 但是這個土地是誰的 日本天皇的 不是日本的 是日本天皇的 不是你老百姓的 所以這個土地裡面有人民 有什麼政府 有啊 有一個劉鳳政府在台灣 中華民國 第三個 是不是有一個 這個 這個 有 有領土嗎 有啊 領土跟人民都有嘛 對不對 表面上啊 有啊 有啊 中華民國跟二十三個國家 小國家 有外交權 外交 外交 外交使節啊 這樣不是 國家 不是啦 所以我給你看看 他這款的 這款的 這款的 國家的定義 依情定的 跟實際上不太一樣 因為依情定的時候 他缺 一個 佔領中的土地算不算 台灣就佔領中嘛 你如果佔領中 當然不算嘛 所以呢 你就要了解說 這個現主是整個國際上的這個情形 這個情形 你如果合乎這個建政的 你就要用建政法來處理 你如果沒有用建政法 用一般的國際法 你根本沒有辦法解釋 所以現在不能移轉租款 我們各位 你們這邊來儲起班 要有這點 你如果現在不能移轉租款 再繞進去 第二問題是什麼 流亡政府不可以組織合法 流亡政府不可以組織合法 所以我經常在說 台灣人是為什麼 常常都回不了 中華民國 那時候是流亡在台灣 為什麼流亡在台灣 國際法院裡面有說 1949年的12月催生的時候 中華民國 他在1945年的10月1號 1949年的10月1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 毛澤東宣佈下 他說我們新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建立了 那時候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離台灣了 要不要離開中國 離開我們自己的領土 走去北京的地方 成立政府的國家 叫做什麼 流亡政府 這流亡政府 世界上有規定 離那個流亡 一定要流亡在一個城市 不能說一個地方 像西藏流亡在德蘭沙拉 印度的德蘭沙拉 所以你不能說 就是印度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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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印度 西藏流亡在德蘭沙拉 西藏流亡在德蘭沙拉 中華民國 Chinese台北 中華民國流亡在台灣 在台北 不是台灣 在台北 在台北 這是國際上對流亡的定義 跟國家的名稱 所以這樣就很清楚 流亡政府 你不能就地合法 所以中華民國 我們說中華民國歷史 我們來看 人家看 中華民國 是中華民國那時候的總統 不是 他是什麼人 行政院長沒問題 但是行政院長 後來他有做總統沒問題 但是後來他又失去了 1949年的3月的時候 他就失去了 是在1949年的12月 他又復刑逝世 當時中華民國總統是什麼人 李宗仁 李宗仁 李宗仁他走到美國 所以應該照著你來說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美國 沒有在台灣 沒有在台北 但是這歷史都沒有 他根本就沒有興奮的人 走來去台北 因為他有軍款 他的軍款就是因為 麥克阿瑟 一般命令第一號 收款給他 中華民國的部隊 來臺灣接受日本的導航 各位 這是一段非常複雜 錯綜複雜的台灣的歷史 你如果真的一行一行跳開 你就發現說 我們台灣是一個很可能的 我們台灣四百年來 台灣人說的話 沒有一個國家跟你聽 你動作說你放肥 怎麼說 因為我們台灣都黑白說 黑白說為什麼黑白說 你聽到台北就搞不清楚了 你不要看是說英文 英文你看 不是只看很簡單 讀英文的人很多 但是實際上有去了解嗎 沒有 你想說 people of 台灣 跟people on 台灣 都不一樣 people of 台灣 奔土台灣人 people on 台灣 住在台灣這個土地的人 美國在這個地方 用雕躍 用一些那些 那些 Decoration 搞得迷迷糊糊糊 所以我們在讀 美國的秘密檔案的時候 你才很小心 他在寫什麼 那些都是重點 老百來我們已經很清楚了 美國的確實實 你說一句話很簡單 台灣這個土地 沒有拱讓給任何政黨 或拱讓給任何的一個國際 如果沒有拱讓給任何人 就是台灣這個土地 要怎樣 恢復原狀 才不是 這款雕是很簡單的事情 我這個土地 我沒有拱讓給你 我沒有賣給你 就要怎樣 恢復原狀 恢復原狀 恢復原狀是什麼 日本天 怎麼簡單 很簡單 這什麼人也沒有 我就自己辯 但是因為 1943年12月青山的時候 有簽一個開羅宣言 但是1945年的 四位催一 日本天龍 只要用教書 在台灣選擇 在這個地方實施 讓我們台灣人參政權和參戰權 所以那個台灣的地位 一聲就變成什麼 神聖不可分割 本來是殖民地 那殖民地的時候 可以割讓喔 我有說過 之前回來 殖民地可以割讓喔 如果1945年的四位催一 日本天龍 沒有選擇這個天皇招數 在台灣實施的時候 我們仍然保持是殖民地的時候 這樣台灣這個土地 今天掛到中華民國 是掛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沒有話講 你看到 我們好聞嗎 我們好聞 所以日本天龍 選擇那個 所以後來習近平也知道 2009年12月15 他跟天龍說 這樣我現在有錢了 我給你買台灣 你沒辦法打台灣 他只有用買的嘛 要買 好跟日本天龍說 我日本從日本房子 從來沒有賣過東西 就是基礎嘛 他如果說這句話 我們也要煩惱 我們後來台灣 想跟日本天龍說 不然你來賣給我 他又告訴你 我日本的房子從來不賣 我們又害了 所以這個時候很簡單 好啊 我們不要買 不用花錢嘛對不對 不用花錢 我們就要在這個國際法 想說要扣多一條 因為好在 就像這個和平條的第一條 的米裡面 日本天龍的管理 叫他 Suspend 叫他吊起來 讓他吊起來 吊起來 他日本天龍的管理 給他吊起來 吊起來 吊起來 這叫什麼 鳥沒帶 鳥氣就能做過 都不是說我們鳥氣 不好意思說 老闆沒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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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錢我就買 同樣的意思 我們不是做鳥氣 但是就開始太香 太香 讓日本人同意 讓日本天龍同意 讓日本人同意 你台灣來關自己 不知道可以嗎 要怎麼辦 我就買日本天龍 什麼人買 我嚇手 沒辦法人買 你就是法律辦 你跟日本天龍 正式的談話才可以 要怎麼辦 我就想一個方法 自己祝福 所以逐年 我們就150個去跟日本天龍祝福 你記得嗎 你就不記得 你怎麼記得 你看哪片 我們去跟日本天龍祝福 祝福的時候 我們台商就寫一個天龍 那一本 想日本人 想把日本交給日本天龍 想幾本想到一個人 那時候做第七任的 第七任的 台灣的總督府 叫做明石 明石 明石第三代 對台灣很好 明石第三代總督 世紀貴心的時候 他葬在台灣 他在後代很偉大 第三代很偉大 就有一個機會 套上這個關係 我們趕快拿去給他 去跟他說 你怎麼跟日本天龍說 你阿公的日本教書 在台灣 還沒廢紙 這個有效 所以這個 日本天龍 他到達就知道 他本來就知道 台灣還是他的 他本身就知道 所以我怎麼知道 也讓他本身就知道 因為他在那裡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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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他的表情 我都說他知道 所以我們十八五十個期的時候 我們就去騎騎 日本皇帝 一定是日本騎 但是我們台灣騎 台灣民主這支騎 你有看到 那支騎 放到 他也接受 我們可以去奉公 日本的奉公 其他國家的騎 是不可以拿過去的 只有這支騎 他接受 我們第一名騎 日本所有的媒體 就是我們 透渡進去 用這個 我們的騎 把我們插紅紅 我們本來 中央有一個黃色的 日本 他們第二天 那個布鑽頂出來的時候 整片都在那裡 都把我們插 插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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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插紅的 插紅的 我們就看他 但是去年 第二年 210沒去 日本記者就知道 那不是他插紅紅的 他就我們的記者 讓我們出來 但是他們的記者 大家都插到 奇怪 台灣就這支騎 這支騎代表什麼 他就開始在那裡問 我重點不是這 我的重點在那裡 就是我們去 去日本天皇 說知道 知道 日本天皇 前幾年一出來的時候 他是不注意我們 他有知道怎麼去 但是不注意我們 揮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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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揮起來 美國報告 美國說 日本天皇 同意我們的主題 他們說哪有 我們都不聽 你給他看鴨皮 我們要吃著好不好 好 好 標籠 美國人也翹起飽 第二年還要手 第二年我們就知道 240人 communic對 這就是在這個人 它會提升 我第一 consciously揮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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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揮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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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揮 alright 很奇怪喔 前一年 警察有两个关 第一个关要去买的时候 前一关不需要让我们驾 跟日本的国旗才可以 不可以驾我们的 第二关 向公内厅 成为公内厅的第二线的警察 可以你们拿进去 日本奉铁 董事我们拿着 哇 总理很欢迎 董事逃情 没有 才会比较少 今天就不一样 因为我们调谷有很多 鸟有四个本 四个本 因为日本的鸟 用刷做的 我们的鸟 用布做的 布得很漂亮 厂屁穿得有够漂亮 大家都要叠 因为你如果漂亮的东西都要拿 如果不好 用刷的人 日本的国旗在垃圾桶很大 他们都用刷做的 用一次而已 但是我们用鸟 用布做的 做得很好 这边去的时候 日本奉铁就特别主意了 我们有跟主意说 皇太后 皇后 有跟日本奉铁说 因为我们提到日本奉铁的头前30公斤而已 他在外面说 头前那是台湾的主民 他外国又提到头前 跟我们推 我还跟日本人 要跟美国人说 日本奉铁完全同意我们自治了 所以现在日本奉铁他同意了 我们就要建议 刷回到美国 现在美国的纪录就去开纪录 纪录是4月25号 4月2号 现在跟美国听到中央 美国怎么说中央 当然马英九速速度越来越近 那是没问题的 但是一点就是说 台湾民政府 台湾民政府顶管有军事政府 有美国军事政府 美国军事政府 美国军事政府USMT在我们顶管 我们就比较要被动 被动 第一条是台湾政府 我们会变成主动 所以我们现在美国说OK 你们可以成立台湾政府 台湾政府把美国申请的时候 批准官方的批准的文件也下来 现在下来以后 我们是两个都下来 一个叫做台湾民政府 一个叫做台湾政府 台湾民政府是2010年7月4号 当我们的office办公室 在华盛顿DC设立成功以后 三个月之后美国官方批准 台湾民政府 台湾政府是在2013年的3月15号 美国政府批准台湾政府 所以我们现在的手中 有两个政府 你愉快吗 有 现在中华民国政府是假的 大家都知道那些假的 但是外面有很多都不知道 甚至有很多人在跟你问 你为什么要对中华民国这么样子 我说怎么样嘛 因为中华民国事实上不是政府嘛 不然你来证明中华民国是政府在台湾 你发光 你拿不出来 没人拿出来 拿不出来台湾人又不肯相信 那怎么说 六十八年的交友 六十八年 六十八年的交友 他没说台湾人已经都 社会都讨论 想到刚才开始 1945年10月25号 跟你说台湾光复 你想想看台湾人建树 你建树 三万九千百的台湾人死了 放在日本的建国神社 中列子 来月没100个台湾人 是怎么台湾人死一世 没放在中列子 放在中华民国中列子 没台湾人放在日本的建国神社 很明显就是什么 台湾人什么 日本人嘛 台湾人是日本人 坦白说日本也跟这两三年 我们的建政法出来 他发言说 啊 我来日本 台湾人是日本人 我稍等 我不是日本人 我是日本台湾的市民 跟你日本人不一样 我们管理的 你是国民而已 所以现在日本人开始较聰 他也说过很实在的话 过去我们日本在台湾通知 看起来 现在要让你台湾人来通知 日本跟他改作台湾国 你看看 他说笑 没办法 不可以 我们要教国家的法 不是说我们是要帮他 就要改 不可以 但是呢 我要工作回来 就说 我们今天要设计 我们设计 设计国家法 国家法 国家上的国家 你定的法律 我都叫你定的法律来走 我一步 我都不走 不对 所以你就要遵守这个法律 这个法律是你定的 所以你来叫这个法律来走 我们台湾人 他没说 有这个代理 代理 和代表 这两个字 你搞不清楚 美国和中华民的关系 是代理还是代表 还里的 美国和中国政府 超级周 是代理还是代表 超级周 和台豫 是代理还是代表 我们搞不清楚 台湾人也是 我和中国六都差不多 год 随便 青青菜菜 這樣說就好 各位 說到我們國家的事情 我們不能這樣 尤其我們現在初期班 我們跟你說最簡單的 最簡單的 你就要先讓我們了解 我們台灣人四百年來 從來沒有建立自己的國家 現在在我們台灣是中國人的政權 中國人的政權是來管我們 坦白說他中華美國是代替美國 代理美國來管我們台灣 這個代理是有證明嗎 他用對一點證明 用台灣關係法和一個中美共同防禦協定 這兩個條約就是他代理的證明 美國的代理中華美國證明 因為如果跟代理他就要負責任 所以這真的責任者是誰 是美國總統 我說美國也不對啦 要說美國總統 這名字就是美國的總統 總統他的傳承是什麼 杜魯門下一任的總統 這樣一直傳傳傳傳 傳到今天變成歐巴馬 所以很簡單的 在國際法裡面 所以現在 我們開始在研究國際法 建政法 在中國也開始研究 中國一萬多幾年 我是2005年開始研究 中國2002年 2007年開始研究 他叫南京軍區的司令員 帶了武漢大學87的國際法的報酬 還叫歐洲的一些報酬 加立 他們去研究政政法 結果 他們研究的政政法的結論 和我所說的義母義母 只有一點就是台湾的問題 他沒有寫在裡面 所以我可以跟各位說 他這個台湾的問題 這個問題 已經保護中共中央辦公廳 的這些手腦都知道 所以他知道以後 中國人 他們說 他很高用那個文字的遊戲 像我有跟你說 中國人 要討你有多 他說你騎上去弄死人 你如果要討你沒多 就是要自己騎上去弄死人 你看像這樣 持馬商人跟馬持商人 都不一樣 對不對 但是一日 戴過了 有時候沒有了 電動而已 所以中國人常常用這套 我們台灣人就是 比較老實 比較高義 這是別動我們的天性 我們平埔族的 如果我們的高山族的 高山同胞 還比較老實 高山同胞 有時候太過了老實 我在台東 我聽了一個故事 你要聽嗎 你別人騙我 你都聽了你要去騙 台灣人 竟然說 賣那個 那個 那個尖 你知道嗎 刺繡那個尖 一支尖 一支尖 用切割的土地 一支尖 用切割的土地 他怎麼騙 你不知道我這支的尖 花多少錢 我騙很多努工 日夜都在磨 磨得那麼小 要花多少錢 人家 高山很老實 好啊 花了這麼錢 當然要花很多錢 這樣花我七家土地 是應該的 就是以前 這是以前 但是我可以說 老實 老實不是罪過 但是我感覺要有常識 我們台灣人 現在就是 我這個是一個例子 我做禮 說給你聽 這是一個禮 就變成我們台灣人 自己本身 要有常識 要有知識 你如果有知識 有常識 你就不會被騙去 我經常說 我們經常被騙去 怎麼被騙去 中國人 我真的跟你說 我們本來是 建修的國家 對吧 美國幫你訪證 你不記得 我們建修 中國人一次 台灣人說 你打贏 你打贏 大家都很高興 大家都很高興 我為建修的國家 變成建修的國家 我可以享受 但是 他是用建修來騙 騙在這裡 幫你通知 幫你拐過來 讓你拐他做工 要他在享受 很多這種禮 你以前拐水金 那一定 一定要拐水金嗎 不一定 之前我來在規定說 你拐這個水金 一定要用在當地 我們拐的水金 不是用在當地而已 這在中間 買武器 你買武器 是你家的就是 我去出錢 我拐的水金 可以用在當地 建成我的規定是這樣 不能說 你們家欠一間房子 不然我會出錢 你們家欠米 我也要給你出錢 沒什麼事情 用在當地 很合法 當然這很多 台灣人 這麼危險 也幾個年 好不容易 我相信 在很多時間 我們會要回正義 要回公道 這樣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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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是說 台灣人還有很多說 像我 我在鼻勒給你們聽 那個野球鼻勢 日本隊跟中華台北打 日本隊打贏 台灣人在旺壇 啊 賤輸 怕輸 其實 我們是日本人 我們在替日本說話 那不是 那時候 你 你 你 那時候你有去看野球的 那天 你有看他拿手 因為都有啦 都有看很多啦 這樣而已喔 現在要問這樣而已 你那時候 你如果反應的話 你拿手 一個反應 沒有反應的話 拿手 沒有啦 台灣打手 台灣沒有打手啦 是中華台北打手啦 對啦 不是台灣打手耶 你又弄錯啦 台灣沒有打手啦 中華台北打手啦 是中國人打手 叫我們台灣人去做他的佣兵啦 去替他打啦 你搞清楚耶 你不能想像說 秘書長說我們台灣打手 你台灣沒有打手啊 台灣建贏啊 台灣打贏啊 台灣人是日本人 所以我們打贏耶 對不對 欸 你不能看這些小事情 我告訴你 你說一個很大的問題啦 你經常說 大陸大陸有啊 你說大陸的拿手 你有說過大陸的拿手 你不能說大陸啦 你要說什麼 中國啦 對不對 你就經常說 我去中國 說一邊一國 一邊一國的 那對 不對耶 要什麼 兩邊兩國這麼對耶 你會想什麼 為什麼我講一邊一國不對 一邊一國就是什麼 中國耶 你自己說一邊一國 你就變成中國去了 一邊一國 兩邊都一邊 一邊一國就是中國了 你不要看嗎 所以有很多政治上的口號啊 你要想清楚耶 人家這樣看你就這樣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爽啊 不對耶 好像 國賓飯店是哪裡 國賓飯店的人 這句話不對你知道嗎 但是說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你不知道啊 所以我跟你說 政治上有很多口號 還是因為這中國人 很愛創造這種 魔尼兩可 李政緯也跟我 李政緯說這句話 我不是我的我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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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政緯說他也聽不懂 他也聽不懂 他也聽不懂 他心心跟我說 李總統啊 我叫李總統 我是很不願意 我叫李生才對 因為他不是我的總統嘛 我跟他說 你講那個我 不是我的我 加盟那些什麼意思 他就在笑 我也不知道耶 也好想說他不知道啦 我告訴你 他還不知道還有什麼事情耶 獨立關稅領域 獨立關稅領域喔 他也在問我耶 欸 忍一忍一忍一 啊什麼叫做獨立關稅領域 我說欸欸欸欸 啊這不是你叫創意問去簽的嗎 啊你不知道獨立關稅領域要簽 就美國叫我們簽的你 美國叫你簽 啊美國叫你簽 你沒有問美國說 那獨立關稅領域什麼意思 沒有耶 啊不然你也問蔡英文 他也不知道啊 好 他問我算問得到耶 我算專家耶 我說獨立關稅領域什麼意思 獨立關稅領域就是什麼 占領地的意思啦 簽領地啦 想說簽領地 那時候美國和墨西哥建政 墨西哥建書 美國去簽領墨西哥的一個城市 簽領城市以後 有些人說 我現在把他簽領 我這個稅金要交給什麼 我會交給你美國 還是要交給原來的墨西哥 那時候美國的犯意就判斷 最高反應判決 這案領地他就創造一個名詞 叫做獨立關稅領域 台灣是什麼 台灣是跟日本之間的關係什麼 聽清楚啊 叫做分離關稅領域 金門馬祖 因為是中國 他已經離開中國 所以他叫做獨立關稅領域 那中國金門馬祖 台灣配合起來 叫做獨立關稅領域 那如果台灣跟澎湖 應該叫做分離關稅領域 這個分離關稅領域是什麼 跟日本分開了 暫時分開了 你知道嗎 那有簽嗎 簽耶 但是我研究得不錯耶 我如果沒有說到這裡 真的很多人都聽不懂 看不懂 你們過那麼久 這個獨立關稅 在WTO這年那麼久了 你都不知道意思 不知道意思 你也在玩 你也在行玩也不是 對不對 所以台灣人 黑白說 一天到黑白臭皮 都沒人知道耶 所以你們怕 你們怕在這裡上課 你們回去 你們也可以臭屁 怎麼說 因為你別很多 但是你別這樣又不夠 我先跟你說 你現在說別的 我告訴你不到十分之一 高級版再下去 就再寫下去 那個時候 你就發現說 哇 真的這個學問 是一望無涯的 就是說 很看很看的 因為 但是蔡美說 你如果煎很多東西 你如果別人 你全世界所有的力量 你要拿出來看 你都看得清楚 你都可以看得懂 所以我想說 叫你要買那本車的觀念 在這個地方 好 再說回來 台灣這個歷書 這不是說 沒有很長 以前怎麼說 那都沒關係 主要是最近發生的 這個教育 可以來決定台灣的地位 最重要的教育在哪裡 馬關條可以來決定 馬關條 決定台灣這個土地 變成日本天皇 古金山河平 沒有對天皇出份 所以這個土地 日本天皇 仍然擁有這塊土地的主權 很簡單 但是因為這個主權 因為建政失敗 所以讓它調起來 懸置在那裡 懸置不是表示沒有 所以你就要了解 美國一個參議員 這個參議員很有名 他要做日本的大賽 做11年 做最久的 這個大賽 我有看到秘密檔案有說 說什麼 他當時 他就日本的 把這個美國總統說 台灣Never sit CED 沒有割讓 所以台灣的地位 就這麼簡單 就是恢復原狀 台灣澎湖沒有被割讓 就是恢復原狀 完全這就是你能聽到 歌讓就當然是白人的 尖量也是白人的 沒有割讓 就是恢復原狀 恢復原狀 就是馬官條 裡面割讓的日本天皇 台灣但是這樣 所以露北 尼克森有一陣子 上海公報的時候 他一直要討買台灣 你知道嗎 他是刷牙賣去 那刷牙賣去 露北 什麼人看他彈劾 就叫參議員彈劾 所以我跟你說 尼克森當時的下台 是不是因為水眠案 水眠案下台 我個人認為我存疑 真正的歷史還沒有拿出來 我還跟你說 說一個消息 台灣關係法的價本 正本啊 什麼人看過 沒有人看過 說整個台灣關係法 沒有人看過他的價本 這個價本 放在兩個地方 一個是國會裡面 一個是尼克森的紀念館裡面 但是他整個地方 不可以拍照 你可以看 也不能抄路 奇怪 一個法律在那裡 台灣關係法 不能抄 不能拍照 什麼意思 所以將來 歷史上會越來越明 越來越明 所以台灣的問題 包括在我們在剛才六十年後 我們發言 到現在六十八年 我們差不多六十年的時候 我們發言台灣的地位 所以我們拯救了台灣 我們要給台灣這個土地 中國永遠不可能把我們拿去 當然啦 中國你不能只看報紙 你只看報紙 你真的不準 你只看報紙 你沒辦法來判斷說 台灣將來會爬走 當然台灣將來要爬走 我們靠我們台灣人 所以美國現在要幫我們幫忙 美國才讓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的總統 算是很雞肉 很雞婆 他民主立國 但是他說 台灣不能公投 你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台灣不能公投 你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嗎 怎麼可以公投 你要認真想 台灣為什麼不能公投 有兩種人 一種是奔討台灣人 另外一種是 中國人流亡在台灣 台灣的人 兩種人你是要公投 要聽什麼 你沒有辦法聽誰的 很簡單 你沒有辦法聽 所以你沒有辦法聽 你不能公投 台獨代表戰爭 你有老闆在那裡 這個土地有老闆 日本天王 你要獨立 你用簡單的一個理論 就說你怎麼睡這間房 這間房 上面還要說 住十個人 十個人都來來來來來來 我們來公投 這間房來換作我的 這樣好不好 你如果換我的 我一個人給你五塊 這樣還不行 不行 怎麼說 有老闆嘛 你問老闆嘛 老闆怎麼有董 董他沒有啊 所以台獨代表戰爭 所以以前我們都不知道 以前都覺得奇怪 美國才會這樣 你一個民主的國家 怎麼會對我們台灣這麼厲害 他不是壞 他是在國際法理論 所以 美國國中 國中 都回來了 我們的時間也差不多夠了 我們的時間是怎樣 我們以前發的 一步一步在訓練 美國說四千元要訓練 你要接賬款 當年他來台灣接賬款的時候 他帶一幾個 帶一千個 六百萬人口 我們現在兩千三百萬 才四倍 所以那一千的 我們現在訓練四千的合理 完全合理 四十一萬的身份證 他怎麼跟你算 兩千三百萬 靠著三百萬中國人 兩千萬裡面 有約一半 一千萬的人 已經被中國人洗腦了 就是說他是中國人 這些人又把它切掉 剩一百一千萬 一千萬 投票率百分之六十七 六百七十萬 六百七十萬 靠著未成年 他再靠一半 三百三十五萬 聯合國給南蘇丹 公投獨立的時候 是十二點二五趴 所以三百三十萬 乘了十二點二五趴 四十一萬 所以美國是很合理 他自己要求 沒過分 所以我們來打拼 我們共同來打拼 來替我們創作 我們自己的台灣 這樣好不好 好 講是很簡單 真的講很簡單 這從未成為 這個 這個 不是肚子 不是肚子 我告訴你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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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簡單 很簡單 所以我常說 horizontally 我們這個時候 越來越成功 就是有越來 一些通牌 或是極度的台派 會 vir urban 肚子 但是 我沒有說 vir urban iconic 會讓我們成為失敗 塊肚子 百分之百 不可能 那就失敗 而且百分之百 我們會成功 znaj comment 我們現在法例 變得很清楚 就是我們速度慢 也不用擔心 我經常告訴你 我們現在倒下來也要接政權 就發力在這裡 他可能說交給別人嗎 也不可能 救美國的是什麼 是我們 我們218的救美國 這218的就是台灣的創始者 創建者 因為這228的人 共同去救美國 讓美國他現在開始照他的企業來做 美國也跟我們說 他說我怎麼會讓你發這個新聞證 就是第一點 本土台灣人沒有創始 你沒有創始 你說你很辛苦 我很辛苦 我內心很痛苦 我們沒有創始 對不對 你不痛苦 你看 我在痛苦 你有痛苦嗎 有 你拿去新聞證 好奇怪 你也在拿服務證 你哪裡有痛苦 你沒有痛苦 你也很高興 拿服務證 你出國也不是 我就很痛快 我沒有服務證 所以我不能出國了 我經常說 那個電視的功課很好 我腳也沒辦法走 我是怎樣 我沒有護照 我怎麼走 我跟美國說 他也在照 好 因為我們沒有護照 我們沒有護照 所以說OK 給你們發這個也做新聞證 但是本土新聞證 他整間很嚴重 所以我跟他說 五月十二 我們在這個地方 災時點 台灣政府成立大會 慶祝大會 我希望各位每一個人都要來 五月十二一定要來 來耶 我們台灣民政府請大家吃飯 這樣好不好 好 免夠錢的好嗎 好 但是吃壞 你不是人家家 我先跟你說 免費的 免費的飯 你就比較忍耐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這麼小這樣 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這樣 這樣 這樣好 你如果說你都有贊成的 好 好 所以五月十二 對啦 不是沒有錢 現在都是這些幹部要出錢 我們都不敢跟人家無款 我們也沒有跟你無款 從頭開始跟今天都沒有無款 我們顧美國的錢怎麼樣 很簡單 律師 美國律師有一個帳號 我就在網上說 拜託拜託 你如果要救台灣的 你不能關錢給我 你就關錢給那個律師 我們是要這樣 成功的 所以我們沒有把老百姓 人民 會託錢 我們沒有 我們絕對不會這樣 也是 這樣 這麼艱苦的日子 如果 特別說有時候不夠 台北人都不夠 如果不夠 就這幾個 這些幹部 所以大家 每天都不夠 日子都不夠 真的 每天都不夠 每天都不夠 說 每天都不夠 我經驗很多 我讀高中的時候 我讀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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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去聽 那個東外的演講 康林鄉演講 我還印象 有 我說得很好 我最近 我有跟康林鄉記憶 我只想說 你放著 你九年去 沒有差很多 差十幾歲而已 他知道我 覺得你不太老 現在還這麼年輕 他很年輕 我覺得現在 跟他記到本人 我才知道 他個子很小 才什麼 三個 他跟我說一件事 他說你不是 我剛才也想跟你記憶 你剛才要記憶 那人你也不夠了 他說我沒力 我在電視都看到你 我就覺得你這個人 你這個人怪喔 然後我又看到說 你去研究建設外 他說我那時候 宣佈之後 我去美國 去康林鄉大學 還有哥倫比亞大學 我在哥倫比亞大學 我在哥倫比亞大學 裡面的讀書館 我有翻出一段紀錄 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訓練一兩千人 要來台灣做民進府 跟國衆政府 你又看到這段 沒有錯 我看到的秘密檔案 就有這段 所以美國那時候 怕什麼要定力台灣 要定力台灣的時候 他如果定力台灣 馬上要設什麼 軍事政府 同時軍事政府設下 馬上要成立 叫我們老百姓 要成立民政府 真的 所以他說 他說 他看到我成立民政府 很感恩 奇怪 你就不去哥倫比亞大學 你怎麼都知道 我說我當然也知道 我天在 好啦你別拍手 你又拍手 我不會騙起來 我在開玩笑 但是事實上 因為我看了很多很多的秘密檔案 所以我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現在不能說 我可以說 但是你們 因為你們第一次在 塗這個東西 我不會說太沉 說太沉 你說太沉 你怎麼會聽不懂 你可能說comment ways 邦聯 聯邦 我們老百姓 台灣的老百姓 要走的 都是差不多這種路 但是呢 我可以幫你 百分之百 確定的一點 中國絕對 沒辦法拿台灣 你不用拍手嗎 對 什麼只說一個OK 這樣而已 中國絕對沒辦法拿台灣 因為很清楚 中國現在也非常清楚 現在我們雙方都知道 你看看 中國人到今天有批評 台灣民政府 台灣政府嗎 沒有 一句批評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要保留 跟台灣政府 台灣民政府 談判的空間 因為他現在跟豪大 他跟他批評我們 我們就絕對他反擊 反擊 他在那個 欸 燒麻 那個嘴都 口不責嚴嘛 對不對 抹麻就越難聽 麻 麻之後 後來收不回來 雙方都收不回來 所以我們在上課 我也不會說他的拍位 我只要說一句 你中國共產黨 沒有燒我台灣人 中國國民黨 燒我台灣人 所以我們的酬點 應該是中國國民黨 不是你中國共產黨 這樣對不對 你們要給他拍手 這樣他就爽 他也你看 共產黨也你看 我們的節目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不是我接嗎 電腦 他一起在聖課 我們現在 二十幾萬人問一次 所以有人說 奇怪 你的節目 我不是節目 我上課 我在上課 那時候 你電腦上面看 都會中斷 說這句話 就停 為什麼 太多人看 但是我建議 你看重播 重播就不會 你不能馬上重播 可不可以隔了 一天兩天 你看看重播 就不會跟人們燒手 你看現場 二十幾萬人 你是要怎麼唱 你絕對很難看 你不要跟人們燒手 這個重播你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 現在中國 他也在看 美國也在看 全世界都在看 這個 這個 現場的實況的轉播 所以我只講台語 當然我現在用台語 是高山的同胞 有在看他 我台語聽不懂 可以 我知道你台語聽不懂 但你稍微聽得懂 稍微聽得懂 練習好不好 你們好什麼 自己有無關的 高山的沒有說好就好 所以沒關係 所以我 頭一堂課 我就用很多的普通話 華語有在講 這個我剛才不記得 因為大家都用台語在講 現在開始用一點華語 這樣比較平衡 好不好 我們高山族的同胞很可愛 我沒有跟你騙 他們真的很老實 我也是很 我很喜歡這個民族 因為 他們的純樸 政府不是一般台灣人能夠比賽 台灣人現在有得很壞 讓那些中國文化 已經打得很壞 很壞 所以我是說 台灣政府成立 台灣政府執政一號 尤其是社會的倫理道德 這方面都要把它 好好好好的培養 因為台灣人有很好的基因 為什麼在1945年8月15號 日本天皇宣佈投降一號 台灣人非常守規矩 甚至於在兩個月 在中華民國的部隊進來的之前 兩個月 台灣人沒有犯罪率 那麼多人 台灣人沒有什麼偷 牆通通都沒有 沒有犯罪 犯罪率是 這是全世界都是一種紀錄 所以我們要去珍惜這一段 非常了不起的紀錄 我們不能說 因為我們台灣 因為現在國民黨 國民黨到台灣以後 交了我們很多什麼紅包 你以前還聽到的紅包嗎 日本時代沒有紅包 日本時代哪裡有紅包 可以就是可以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從來沒有人想說 我送給你錢 那你來批准 沒有 但是台灣人已經偷偷 我今天看到爆炸過下 台灣在中華民國統治之下 現在的中華民國的整個體制 都是貪污 而且貪污的那個比例 非常非常高 高到嚇死人 這在全世界上都很有名 我們不應該這樣 所以我們阿拜 我們 台灣政府執政醫藥 公務人員 兩倍三倍的薪水給你 你不要貪污 而且18歲以上 我們就配給你房子 有一棟房子住 所以你說 我們爸爸媽媽有三棟 現在怎麼辦 我們會規定 如果你現在有三棟 可以啊 你有三棟 我們就叫你要分配一棟 給你的兒子或者女兒 對不對 大家都有房子 你不要太多房子 房子樓下怎麼辦 當育工 育工是收租金 我覺得收租金都是一種 騎在人民的頭上的行為不好 而且我們現在為什麼會 好處的人越來越好處 散人越散 為什麼 很簡單嘛 稅制不公平 你公務人員你的稅跑不掉 其他商人都跑掉 為什麼越大的企業家 交的稅越少 那你不是有比例嗎 賺多少錢以上要百分之多 百分之五十要交稅 怎麼會這樣做 沒有耶 不對耶 所以喔 請記住在稅率 當然我們現在不適合說 我們在現在講太多了 你講太多喔 我們對 我希望就像我們的反抗力量越大 所以現在不要講了 我現在跟你講就 社會的轉型正義 我們一定要 確確實實把它做到 而且做好 這樣好不好 阿公說一個你最開心的 司法要廢掉了 現在用中華民國的那個司法 中華民國的司法 非常非常亂 那不是 你看嘛 4月2號 我們在自由時報 中央說要救阿扁有嗎 4月3號要救阿扁有嗎 今天當時 4月21號 長洲日 你看嘛 馬英雄馬上採取行動了 把阿扁刷去一個四百幾坪的醫院 你看喔 423坪 有啊 243坪 欸 如果不是我們定那個報仇 你看馬英雄馬上採取行動嗎 阿 我還跟你說 你不用擔心 他把他刷去那一邊做什麼 你看 你會給我看嗎 欸對 他 他 死要面子啦 死要面子 他現在說阿扁你起笑了啦 其實 我們報仇定了 這我不要說啦 反正呢 他現在說阿扁你起笑了啦 他會送去那個台中的便宜啦 沒有經過李文鎮就送去對不對 現在各位說什麼 台灣沒有辦法醫治啦 要怎樣 你自己說這樣要怎樣 送到外國去啦 哪一個國家願意接受 美國 那就去了嘛 我跟妳說喔 我們台灣政府 我們台灣政府在做事情 都用頭腦 我們如果要出手 一定成功的啦 我們如果要出手 美國你不聽也不可以啦 對不對 啊所以我們民間 那些人 封閉的這些人 尤其那些吉他那些 在你口口的那些政黨 那三個黑白講那些齁 是到齁 公路這裡都很多啦 我們這公路啦 沒關係 我們要自己想 都是他們的公路 但是我們要做的 我們教雄做 我們一直做 做到做到做到政黨這樣好不好 好 所以我早前有說過嘛 四月七日那天 口我也有說 四月七日 我們後禮拜開始 就是這禮拜 就是四月七日那禮拜 我說 因為這禮拜開始 我們要來救外邊 三個月到六個月 自己救給你看 你看 三禮拜而已嘛 三個禮拜而已嘛 馬上三去台中有 我們說 我們有 像他們這樣說去政策啦 去示威啦 那沒有 我們沒有 我們用一支瓶而已 啊 跟他們幾千錢的 補出來說過 不是幾千錢啦 那錢錢啦 那錢錢啦 那不是我們出的 不用擔心啦 那人出的啦 老闆出的啦 這樣有那麼近嗎 我跟妳說 要用頭腦啦 我再跟妳說一次啦 不要用蠻力啦 所以如果有人叫妳說 我們去革命喔 妳跟我說 等一下 妳做台生 你不要說 妳去就好了 妳說 妳做台生我們在後面 沒有人會去啦 我跟妳說 那都是要害死亂的啦 所以我說 台灣人頭腦要 比較聰明 頭腦要好一點 不要去重計 記得齁 妳要做什麼事情齁 妳最好要給我問一下 妳不要這樣亂來 真的亂來 真的亂來 沒有用頭腦喔 這樣莽撞喔 會死得很難看 我跟妳說 來 我們現主持這條 我跟妳說 要接這種款 輕輕鬆鬆 輕輕鬆鬆 再來 清潔溜溜啦 中華名 一定會讓她 走到清潔溜溜啦 我跟妳說 我再說一次 台灣的地位要改革 一定要用法例啦 沒有其他的啦 妳的武器 不會比別人更好 妳的管理也不會比別人更好 中華民國勇氣 妳台灣人 不要跟妳訓練外交人員啦 外交人員啦 我們現在要派去日本 派歐洲 去美國 夭壽找沒有人 我們沒有人啊 沒有人要怎樣 我們頭腦也算不錯 我們就去美國去找 因為美國有些政府單位的人 是台灣人去那裡做的 對不對 就跟她說 啊 退休啦 退休啦 回台灣做事啦 退台灣人做事 要是本土台灣人來啦 所以我們就有些人 開始來我們這裡 所以 妳是我們這次 我們這次由美國回來 走去看看 美國回來 我們現在美國回來 都很多了 美國回來喔 歐西亞回來喔 日本回來喔 歐洲回來喔 我們現在現時 在台北州 在重慶北路的辦公室 去拜訪比例上最多 都是台僑 連著台灣人走到要死 他們家的隔壁看來 台北做辦公室 沒人敢去 我台灣政府要求我 這判斷組織 我實在為什麼 放棄下去死 另外喔 另外 那個明宅是拜院嘛 明宅暗時六點到八點 我在嘉義伊南 電視台要專訪 嚴文章立法院要專訪 有八十八台 還有八十六 妳看我們的網上 我們有 妳看那個網上 我們的網上有 有這個公佈在哪一個台 明天晚上六點到八點 妳可以 妳們都住在南部 可以看 北部你當然沒辦法 不好意思 下禮拜二呢 我是在我們台北州 台北州 七點到九點 這個禮拜三 在草村 草村我是七點到九點 妳們要知道地址 妳們去我們的網上 這裡都有啦 這裡往上 哇 這個 這個 這個做 三立 大立電視台 那個 高雄八十八台 鳳山八十二台 鋼山 旗山四十台 屏東八十六台 不是三立 大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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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台號 高雄的八十八台 八十八 剛才是以前的那個 王本郎那個台 這樣 我不知道 在這個地方 來 再來 再來 拉下來一點 我看那個照片 拉下來 我們看昨天 昨天晚上這個十一點 我們的代表團 北去美國 鄉皮有啊 妳看 沒有啦 只要去北 現在已經到了 有了啦 阿高的鄉皮 可能會 可能會 今天回去馬上會傳兩人 妳看 我們就十七個 妳看不 妳看 這集長 十九個都很遠 妳看 有嗎 秘書長太老了 妳看 我們 我們長 剛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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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達 LA 我相信 還有幾點 那個照片 就是 到LA 那個照片 會鋪出來 妳看 要密切注意 台灣民政府的官網 妳如果怕 那些 去Google的時候 看台灣民政府 會看到價位 因為 通牌 也 中國也做一個價位 在那裡 獨牌也做一個價位 那價位都說台灣民政府是騙人的 妳去看 所以妳要看台灣民政府官網 官方的官 官網 這些是假扮的 這些是假扮的 妳看 你看 欸 派人 我們不是在那裡看 親子來講講 17個 從這裡飛去美國 美國那邊的台狗 13個到30個 分成兩個團 要開記者會 這難度的價嗎 蛤 詐騙集團 有這麼多錢的詐騙集團嗎 蛤 那有 妳自己想什麼 我們詐騙集團 騙什麼 說騙一千塊 不騙 我騙一個人 騙你一千塊 我騙一千塊 騙一千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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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拿到美國的公司去製作 有精騙的東西回來給妳 騙一千塊 很爽賣賣賣賣賣 全世界有這麼傻人 他們講得出來 他們講得出來 詐騙集團 好來 這是 這是我們昨天 昨天的 詐騙集團 今天已經到了 因為剛才幾點 剛才早上 九點半的時候 他飛機還沒到 九點半 我們的副代表 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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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說 他們現在出發 要去基調 要去迎接他們 因為一大人 要去迎接 我們這些人 我相信 這邊 禮國 記者會 全世界會很風洞 所以在副主席 各位 你們運氣送 很好的 因為都看得到 白紙 黑色也看得到 有相片 有相片為證 你們沒什麼好怕 我們剛才第一期 第二期 三個月也沒看到 就來去上課 還冬到要死 你現在天氣不錯 稍微看路 但是我告訴你 我們要避充 天氣就好 五十幾次 五十四次 每一次我們避充 就好天 我告訴你 你去問 五十四次 每一次我們要避充 老天爺就幫你幫忙 三點 二十分 老天爺就跟他說 天啊 稍微停 沒落後 最休息 五分鐘 又落 每次就這樣 好奇怪 奇蹟 神蹟 兄弟幫忙 今天 天有台灣對不對 所以 每一次要休息 我都不擔心 好奇怪 我先給各位說 你們待會兒要休息 一定要拍照 拍照 要送給美國 這樣才表示你有受訓 你不能說生氣經理行李 行李 你經理來 你說休息 這樣休息 你沒休息 後天還要來 你如果要兩座 做你去經理行李 你如果要一座就改館 生氣休息 再去 再去經理行李 我們待會兒有10台的計程車 要去做什麼 高鐵站的大星 好嗎 最好你是四個人一組 這樣比較生氣 再來就是 台鐵桃園車站的 四個一組 再來就是南崁的 分做三個路線 所以 最好是要去高鐵 經理比較快的 趕快坐車 讓你先走 待會兒有10台的計程車 你們可以自己安排 好來 因為今天 我有說過 這個做台灣的論順 實在是說越來越簡單 但是 他沒說要看我們大家 要去看法理論述 法理論述 在那本書裡面 你從頭來看可能比較簡單 我來講是說重點 我來講一些 你沒辦法理解 我就說明給你聽 你就很容易就會理解 所以 我今天的課 可能要跟這個地方 要來截止 待會兒 我們的議長 他要來講畢業室 畢業室他要學生 給他 大家都歸心事件 貴心事件 非常感謝我們各位 來參加我們的 初期班的訓練 初期班是下個禮拜五六日 你們有時間 也要有一點錢 因為 抱歉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飯 裝族也有很多設備 所以 他不是收勵的錢 他拿他開他吃 沒有啦 這些錢收勵 他都一直在擴充設備 我們的設備才會越來越好 後面要收勵的人 台幅也可能比較好 所以非常感謝各位 今天 外科 這期的五十四階 會特別到這個地方 下禮拜 高級班的時候 我們再見 謝謝各位 謝謝 各位同心請我起立